我是Billy 我是一個新聞攝影師 現在就在香港 幫不同的報紙媒體拍照 我覺得作為一個自由攝影師 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令我更加多時間 去自由地觀察這個社會 我不一定要很驅速地 做一些固定的事情 我這次的參賽作品 就說香港自972來 到現在一段日子的改變 不同階層的變化和他們的面貌 究竟到了現在這麼多年來 他們是一個什麼狀況呢 我就嘗試用十張照片 去呈現我見到 或者我心中的香港 梁福縣呢 我覺得她的身份是很特別的 我正正就是覺得 騎著馬蜥是一個年冒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這種人是陌生的 但正正就是她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兩三幅呢 我是拍一些普羅市民的 其中一個就是 一班人在餐廳吃東西 後面剛巧有一個中俄旗 一個區旗 當回歸了二十年 大家好像已經對這些國旗 這麼大面積地 在城市空間裡面出現 好像已經很習以為常 然後一起開心地吃東西 這個是你在回歸 剛剛回歸的時候 你想像不到這些畫面 對香港人來說 過度是一個很被動的狀態 香港人正正在過度之中生活 可能是不會發覺 原來我們身邊在改變中 但正正我們就是 在這個巨論之下被推動的一群